国内今天新增4例儿童重症个案 包含三类Miss C 以及一例微笑吼合并呼吸窘迫 都没有接种疫苗 其中一位3岁男童 在5月19号确诊 8月7号陆续出现 皮疹红眼发烧的Miss C症状 间隔长达80天之走 国内目前婴幼儿的接种率 只有15.8% 另外儿童第二剂则是45% 医师就建议了 幼童的疫苗覆盖率至少要达到7成 才能避免开学后校园成为病毒温床 国内儿童重症持续增加 13号新增4例 其中3例都是Miss C个案 一名2岁男童有热静攣病史 7月6号确诊 8月5日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到了7日更有抽搐 干咳呼吸急促等 另一名3岁男童5月19日就确诊 直到8月7日才开始出现症状 等于是确诊80天之后才发病 Miss A的话是2到13周 2到6周可能也是统计出来的结果 这个也是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 儿童重症目前国内累积166例 145例未曾接种过疫苗 占比大约是87% 另外染疫后病发病 Miss C已经有96例 其中79人士没有打过疫苗 占比超过八成 北市府周六在12所学校 开设儿童疫苗接种站 将近9000人预约 如果说真的不小心确诊了 看能不能够就是把那个症状降到最低 因为他们又要开学了 又开始接触 对 因为毕竟他们都还没有达到第三季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截至12日应幼儿的疫苗覆盖率为15.8% 儿童第二季的覆盖率为45% 医师建议在开学以前 幼童的接种率至少要达到7成 在短时间时间要达到7成8成 才能有效说降低 避免说学校成为一个病毒的温床 儿童染疫重症个案持续增加 加上毕业.5可能将掀起一波流行 提醒家长一定要让孩童 尽快接种疫苗 才能降低开学后的群聚风险 接下来杨士续 翁家瑜台北采访报道